大家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又到了我們粉紅極短篇了 有沒有喜歡這個單元呢?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可以很短的很完整的 因為有時候講一些報導 講不完我講兩三段發現已經快20分鐘了 我就會覺得不能再講下去了 可是覺得那個報導沒講完覺得好可惜 而我們做這個極短篇就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可以很完整把它講完 甚至可以做很多的補充 就是沒幾個字嘛 那希望可以對你來說真的英文有幫助 這才是重點 不要想說他媽我只會講一些色情的東西 不是的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喜歡看這個 有的人不喜歡有 可是我覺得你是少數 所以我不理你 哈哈哈 OK 所以這個標題叫The Builder Builder什麼?蓋房子的人喔 差不多喔 好 我們先把它讀下去 我先把它讀完好了 My bloody upstairs shower leaked again The lounge ceiling got soaked and needed repair My neighbor is a builder I asked him for a quote Unbelievable what builders charge these days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do it for any less He said we would do it or he would do it for free if I gave him a hand job Who the hell does that fat ugly builder think I am? I'm not that I'm not that kind of a lady He did he did do a pretty good job though Does anyone know how to get cum out of a red dress? 哈哈哈 Ask him for a friend oh dear 好 到底就結束了超短的 好吧 我來看一下 你可能已經看懂了 可是我想要補充一點東西給你聽 所以他說了 My bloody upstairs shower 這裡 bloody這個字齁 就是一種加強 加強語氣的詞 是個形容詞放在名詞前面 你會聽到英國人說 Bloody hell OK就 What the hell OK你聽過 你不會說What the bloody hell 這聽起來很奇怪 可是你會直接把What the hell 直接變成Bloody hell 這樣子 Bloody不是流血嗎? 血的形容詞 Yeah 那Bloody就是用在很多的名詞前面 像例如說 我們在打籃球好了 結果 我們想說今天我們來約一些朋友打個 五打五全場 結果搞了半天只有四個人來 靠北只有二打二 然後我就對這些三個朋友說 大家在打電話叫多點人好不好 Get some bloody more people here Get some bloody people OK 所以 Bloody用在任何名詞前面 大概都能說得通 就強調一下語氣就是 Bloody這樣子 好所以 你看他的 My bloody upstairs 他可以直接說My upstairs shower 他的樓上的shower 就好了 可是他強調是Bloody Upstairs shower 這Bloody到底怎麼翻啊 天沙的或之類的 所以我天沙的 我樓上的那個 淋浴間 樓上的天沙的淋浴間 好了你大概懂了 我解釋太多了 Leaked again 所以又漏水了 Leaked這個字應該是OK的 所以又漏水了 那因為是樓上的 樓上漏是不是就 影響到樓下的天花板 所以他的 The lounge ceiling got soaked and needed repair 所以他的lounge lounge大概就可以理解為就是客廳之類的 大概是 所以 Ceiling是天花板應該沒問題 Ceiling 不要把它跟Roof或Rooftop搞錯 OK Rooftop就是那個樓上的那個天台的部分 屋頂 所以天花板是室內的 外面才是 那個Roof Rooftop So 所以 因為樓上的 Bathroom漏水 Shower漏水 所以 下面的Ceiling就整個 Soaked 所以Soaked這個字就是整個泡濕了 應該沒問題喔 那就需要修啦 Sure My neighbor is a builder 所以我的鄰居就是一個builder 所以這個builder大概就是 的確是我們理解的可能就是建築工人啊之類之類的 Now I ask him for a quote quote這個字重要了 OK 這個quote就是給我報個價 OK 報個價 quote 可是一般來說quote 就是 這個標點符號 我們叫它quotation marks OK 然後因為外國人在講話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說 呃 呃 什麼什麼東西也就是所謂的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個什麼所謂的什麼什麼 他不見得要用so called這個字 他可能就會用 這個 然後講那個名詞 再加一個 這個 那前面的跟後面的這一個這個quotation marks呢 他就不講 quotation marks樓上這個單字 他講的就是 quote unquote 所以 前面這個叫 quote 就開始的一個 這個 這個耳朵 然後走到後面 關起來的那一個 就叫做 unquote OK 所以quoteunquote 這個片語 我們常在外國人講話的時候聽得到 OK 好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的 女朋友跟一個男生出去玩 殊不知那個所謂的朋友 根本就是他的 小三 隔壁老王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這個 這個 我的女朋友的我們叫什麼secret lover好了隨便啦 OK 他的神秘的愛人之類的 你看我把他打成這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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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不會打什麼 quoteunquote friend 打字只會把他打成 對不起喔 我先把這個打個叉叉給你看 然後我們接下來做正確的改正 我就把這個quoteunquote呢 刪掉 把這裡改成這樣 跟 這樣 所以這樣子 打 打字會打成這樣 所以 This friend is actually her secret lover 可是你 你 如果今天 你在用講話的方式的話 你比這個 兔子耳朵 This friend 是看得懂的 可是你如果今天 手在忙著滑手機 或是手在忙著煮菜 你要跟人家說 This friend 你沒有手可以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他 讀成這個 所以我也不要把他說這是錯 這個是你在 閱讀出來的時候 OK 你會把他講成這樣 的版本 下面則是 書寫的版本 好我希望我們有解釋的過頭 所以你看我 我如果今天沒手 我在炒菜 然後跟你解釋說 我女朋友現在在偷人 我就會說 This quote unquote friend is actually her secret lover quote unquote 聽懂了齁 好 所以 所以 這裡的quote 倒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quotation marks的意思 這裡的quote就是 跟我來個報價 I ask him for a quote 聽懂了 下一句他們有一個完整句子說 這很 很難相信 他們現在金字金字收這麼多錢 收這麼貴 Unbelievable what builders charge these days Charge就是收費 I ask him if he could do it for any less 我就跟他砍價錢嘛 你能不能夠做這個工作 然後呢 for any less 能不能夠砍個價 這男生就說了 He said He would do it for free If I gave him If I gave him a handjob 所以他說了 男生說 如果我可以給他一個 這個handjob就是手教啦 幫他用手尻一尻啦 如果願意幫他用手尻一尻的話 免費 Who the hell does that fat ugly builder think I am 所以他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啊 我可是個 小姐 絕對不會輕易的跟你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讀到這個人會發現他仿佛是會拒絕他 Who the hell does he think I am 這裡的he就變成了 That fat ugly builder 那個又胖又醜的builder 他以為我是誰啊 I'm not that kind of a lady 我才不是那種女生呢 下一句馬上說了 He did do a pretty good job 但他倒是把這個 工作做得不錯 那如果他不接下來寫下去的內容的話 你大概就以為 好handjob不OK 所以他付他錢 那殊不知不是 下一個他問了一個問題 我個人覺得他在這裡應該 換斷 不過那是我的 個人的看法而已 所以他沒有換斷他接下來直接說 有沒有人知道怎麼 在紅色的洋裝上把 CUM這個字就男生射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 在 好你就知道他給他了啦 簡單的說 OK而且還 射在他的紅衣服上了這樣 然後他接下來 他說的是 喔我只是幫朋友問問 asking for a friend 所以要是你的中文版本 你想說喔我只是幫朋友問 asking for a friend I am asking for a friend 我是一個替朋友問的喔 Oh dear 所以他說Oh dear 你們怎麼會想那麼歪啊 事實上就你啊 不然還有誰 好所以這短片故事其實 也沒什麼曲折的部分吧 大概可是希望你覺得他是有意義的 然後呢也學到一點英文 如果要複習一下的話 複習時間 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到 這樣的quotation marks的用法 quotation 然後quot on quote 就是 先來一個quote 再來一個unquote OK quot on quote bloody用在任何的 語著詞 天殺的什麼 大概是 OK 他媽的什麼 這樣子 所以他的 bloody upstair shower 又在leak leak是low 然後剛剛天花板是ceiling 然後天台 屋頂是roof rooftop soak是整個弄濕掉了 然後 這個quote 再強調一次 你跟人家要個報價 也是quote OK 所以 可能可以放在句子裡 疑問句 Can you quote me 什麼東西 Can you quote me on什麼東西 so can you give me a quote on something 也可以 OK 所以接了接系詞 或許是on OK Can you quote me on your latest product Can you give me a quote for your latest iPhone 這樣子 on或for 大家覺得都可以啦 call以上 大家不用那麼講究 好所以 到這邊 大概可以了 其實 我補充完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